第二题这边说frequency table,maximum speed和不同的动物它的速度 85是最快的 然后它将你represent the above data in the bar chart 所以这一个我们可以画它这样的一个bar chart 所以它的底部我写animalist 然后我的那个值的这一个我写它的speed 然后我们就能够这样画出来的表现 接着它也叫你画那个stand and leave block stand and leave block的话呢 我们知道它这边有65 所以它是65 7075 然后8095 110 所以110 100这边没有 100到109都没有 所以这个是我的stand and leave block ok stand and leave block 你记得一定要有title 然后下面一定有key 然后我们这边是stand 然后这边是live 然后它说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data representation 然后which representation is more stable 就是说bar chart比较适合表现这个东西呢 还是我的stand and leave 比较适合表现 然后很明显的 答案是bar chart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这一个我少表现的一样东西 就是说它是什么动物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 跑最快的很明显的 我这个跑就知道 跑最快的就是那个 呃 然后跑最难的是谁 啊 Zebra ok 所以翻 翻马 所以在这边呢 因为是吧 chart是比较适合 是比较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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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不比较适合 是比较适合 所以用这一个吧 chart会比较好 是比较好 这 Squeak 是比较适合 是比较适合